MING PAO TORONTO 通常拍片介紹的機箱 新價都差不多一千元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捨得用這麼貴的價錢買的機箱 我自己也是個實用派的用家 剛好最近就要幫弟弟的電腦換機箱 所以就買了Koolamaster早派新推出的Elite 500 價錢是$400左右 至於為什麼好地地要換機箱呢 試完就是我弟弟的機箱 本身就用Pentex Eclipse P300TG的機箱 換它的原因是因為它的入風設計實在不太行 面蓋正面是密封 只要頂和底有條坑入風 裡面就會隔多層隔層網 如果不每個星期清潔隔層網 前面會幾乎變成沒有封入 其次就是Hard Disk Tray的設計會面向出 變相SATA和電源線 就可能要穿到外面接駁 而且正面的風扇是完全排除了Hard Disk 當然這個不是Pentex的錯 因為我買的時候 說三四年前 這種短身的ATX箱的選擇是比較少 或者大家會問 為什麼要選一隻這麼醜 但是這次的選擇條件 是要選一隻短身的ATX箱 長度最好只有400mm左右 原本我也有想過SILVERSTONE的VARA R1 不過基於正面是金屬網面 我就有少少抗拒 因為怕它用一段時間 表面就可能會生鏽 而這隻ELICE 500前面會是膠面 有斜哈紋的入封位 裡面有塊插不到的隔層網 正面理論上可以裝到 3把120mm 或者2把140mm的風扇 不過某程度 裝3把120mm風扇是多餘的 因為最頂的把握 其實是會被面蓋擋住 所以我都比較好奇 它寫冷排支援 可以裝到360mm是什麼玩法 不過我本身都是預計了 會裝兩把140mm的風扇 而值得留意的是 它最底的140mm或者120mm的風扇 是可以吹到底層的HDD的位置 至於其他位置 頂部就可以裝兩把120mm或者140mm的風扇 或者240mm或者280mm的冷排 後方就預載了110mm的風扇 又或者可以安裝120mm的冷排 對流條件已經比現在的Pentac好很多 內籠方面就可以安裝ATX規格的主機板 CPU散熱器最高可以支援161mm 而顯示卡最長就支援350mm 但官網的數字是用不加風扇和冷排做基礎 如果單純安裝風扇的話 那實將3080Ti 風扇和顯示卡之間還有少許空間 底層方面就可以安裝ATX規格的火牛 下方有一塊簡單可拆式的隔層網 HDD可以安裝兩台3.5吋硬碟 2.5吋SSD都可以最多安裝三隻 至於前置的Io panel 就有兩組Type-A USB 3.2 Gen1 以及一個3.5mm的接口 事不宜遲 我們就組裝下半部 然後把電腦收拾好 花了一點時間 電腦大概收拾好了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過 利身小編不是專業收拾 不過這隻Elite 500收拾起來也算簡單 主要的原因當然是這隻箱本身沒有RGB 它主機板側邊會提供三個走線孔 下方也有兩個走線孔 讓你穿回信號線、風扇和前置的HD Audio 線 而底層安裝了無組火牛 都有上算充足的空間 機器組裝完了 當然又不差再試試試看 測試的硬件就包括了i7-11700的CPU 以及RTX-3070的顯示卡 同時我會拿來Pentax Eclipse P300T來做比較 第一部份就是Cyberpunk 2077 CPU和GPU的功耗加上大約310W左右 Elite 500的CPU和GPU都錄得近65度 Eclipse P300TG就會錄得66度和72度 這部份的CPU和GPU的時脈都未見有很大的差異 但Eclipse P300TG的3070風扇就維持在較高的轉速 之後就會換成跑AIDA64的FPU Stress和Firmmark CPU和GPU加上的功耗大約是400W左右 Elite 500的CPU和GPU就分別錄得100度和66度 而Eclipse P300TG就會錄得99度和77度 除了GPU溫度高10度之外 GPU風扇轉速度要去到近80% 其次CPU方面也有出現降頻的情況 時脈只維持到3.9GHz 再看兩張紅外線熱感應鏡頭拍照 就可以看到Elite 500的前方明顯有更多冷風入 而Eclipse P300TG的入風位溫差和內部差不多 反映根本沒有足夠的先鋒入到機箱內部 總括來說 Coolamaster這隻Elite 500我都收貨 雖然由Pentac換到這隻感覺上有少少低落 但無奈地它的散熱條件是好很多 特別是前方的入風量夠 放到兩把140mm的風扇 還要吹到HDD 只有這一點我已經覺得值回票價 不過這隻Elite 500除了醜少少 還有一個比較嚴重的缺點 就是側面玻璃的前面沒有任何承托 如果打直機箱裝插玻璃 就有機會整塊掉出來 所以我也不明白為何代理不上鐵側版的型號 那就不用擔心怕爆玻璃 技術時尚一直為185 電腦幻璃的圖 在心停下降機器下降機器 總括又有的 然後就出下降機器 一向停下降機器 誰能成功 A停下降機器 特別是